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之一 他的人生经历充满着传奇色彩 据传说 他年轻时曾是一个富有的官员 但是他对于现实社会的种种不满和迷茫 让他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庄子遇到了一位神秘的老者 他教导庄子关于大道和人生的深刻哲学 庄子深受启迪 开始向老者学习 并不断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心灵的自由 为了追求真理和成为真正的智者 庄子放弃了一切荣华富贵 成为了一名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仪式 他过着简朴的生活 修炼内功和探索人生的真谛 经过常年修炼 庄子终于成为了一位真正的智者 他的思想深受人们的赞赏和尊敬 被视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巨匠 他的著作《逍遥游》《奇物论》等 至今仍被广泛传播和阅读 庄子的成道之路是一条充满挑战和磨练的道路 他放下了现实中的名利和功力 追求着心灵和灵魂的自由 最终成为了一位真正的智者和大师 他的故事为我们树立了追求内心平静和人生意义的榜样 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庄子的成道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在他的人生旅途中 他经历了多次挫折和磨难 在他出社修道之时 他曾经被一位高僧所拒 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但是庄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他继续深入探索 不断地修炼自己的内功和思想 在他成道之后 庄子开始倡导自由 平等 开放的思想 主张天人合一 万物归一的理念 他认为人应当脱离功力和名利的束缚 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自由 才能真正体悟到生命的意义 庄子的思想 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化和哲学 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的故事 也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自由 为自己的人生寻找更加深刻的意义 在当今社会 我们依然可以从庄子的思想中 获得启迪和指引 他主张人们要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平静 而这种自由和平静 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 而是在内心深处获得的 只有当我们能够真正脱离功力和名利的束缚 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平静 才能真正体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者和自由之人 庄子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 不仅仅体现在 其主张人们追求内心自由和平静的思想 同时还包括了他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关注 庄子提出奇物论 认为万物皆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 他主张人们应该尊重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 而不是盲目地去征服和剥削自然 在当今世界 环境问题成为了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 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 庄子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价值取向 让我们更加关注自然和环境 倡导一种更加平衡和谐的生活方式 庄子的成道之路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智者和自由之人 只要我们不断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平静 关注自然和环境 不断探索人生的真谛和意义 庄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全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 它的思想深刻而独特 不仅在哲学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 也对文学 艺术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 庄子的思想与文学相互交融 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 庄子自己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 他的文学作品以优美的语言和独特的思想深受后人喜爱 例如《逍遥游》《奇物论》等作品 都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 在艺术方面 庄子的思想也对中国传统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 庄子提出的自然之道与中国化的审美理念相契合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表现自然之美和生命之美 庄子的思想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音乐 戏剧等领域 庄子的思想不仅在文学 艺术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 更在哲学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主张倒是世界的本源 万物皆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 他认为人应当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平静 关注自然和环境 才能真正领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成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庄子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 不仅仅在于它的哲学深度和文化价值 更在于它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启示和执意 庄子的思想让我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自然环境 倡导一种更加自由、平等、开放的生活态度 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乐活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